今天我们来说阴阳鱼 在我们直播当中啊 有一个太极拳基本功系列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其中一些重要的基本功 单独拿出来做成视频来供大家学习 太极拳第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就是阴阳鱼 阴阳鱼呢也是太极拳的核心功法 是结合生理结构 然后根据阴阳五行和九宫演化而生 太极每一接近都是从腰中而发 以腰为轴节节贯穿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全都包括在阴阳鱼的功法当中 我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啊 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特别是练习内加拳 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生理功能 同时呢又不离阴阳五行之理 那阴阳鱼这个功法是怎么跟阴阳五行 还有九宫相结合的呢 我们先从阴阳开始说 阴阳啊可以代表很多的东西 但是在这儿它呢 泛指的是气血二字 气为阳 血为阴 气率血行 所有功法当中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不离阴阳 都要与呼吸相结合 呼吸是承载 然后呢我们再说到五行 五行呢同样也可以代表很多东西 在这里它泛指是五脏 五行当中每一个脏腑 在九宫当中对应一个数字 比如肾为一在九宫阁的正下方 三对应的是干在九宫阁的正左方 心对应的数字是九 在九宫阁的正上方 肺相对应的数字是七 在九宫阁的正右方 那么中央物极土对应的数字就是五 在九宫阁的正中间 心煮火在上 肾煮水在下 肝在左主生发之力 肺在右主速降之力 中央物极土在中央主运化 五行啊在九宫当中以肾为先天 所以起始的位置呢是一 肾这个位置 肾水借助肝的生发之力 与心火相合 使心火不抗生 心火借助肺的速降之力 通过中央物极土的运化 与肾气相合 使肾水不寒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心肾相合 阴阳补屑升降相协调 道理讲完了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演示 我们先从最低点肾 对应的九宫阁一这个位置开始 从肾开始 借助肝气上升 与心火相合 借助肺的速降之力 通过中央物极土 又回到肾 做完一边 再换另外一边 从一到三到九 通过七 经过五 最后又回到原点 然后连续的做 下面的结束 就是上面的开始 刚才的阴阳鱼呢 是最基础的 它呢适合所有人群 现在呢我们来加一个难度 我们从马步开始 注意马步 身体不要往前倾 脊柱呢 也要保持直立 膝关节和脚尖 在同一个方向 跨微微地坐下来 就像我们在做一个凳子上一样 这些都属于最基础的要领 一样于 就在这个基础上 从一 到三 到九 到七 经过五 再还原 我们继续 按照这个轨迹来做 肾 借助肝的生发之力 与心气相合 借助肺的塑降之力 通过中央物极土还原 然后再重复一遍 在马步的基础上 也要保证 呼吸 不能急促 一定要四平八稳 心跳呢 尽量不要加速 保持一个平缓的状态 这个是马步的银洋鱼 刚才是进阶板 现在呢 还有一个超难板 就是建立在 瀑布的基础之上 瀑布下势 挤住保持直立 从最低点 一 三 九 七 五 然后回到一 肾气 借助肝气上升 与心气相合 心气借助肺的塑降之力 通过中央物极土 还原到一 再做一个循环 所有的过程当中 要求自然呼吸 不要突然加速 不要憋气 一定要保持 心跳和呼吸的平缓 身体和呼吸 全都是放松的状态 然后定势 今天啊 一共演示了三个 不同难度的银洋鱼 大家呢 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 从简单到难 逐步的提升 也欢迎大家 每周五下午两点 来我们的直播间 和我一起来练功 感谢您愿意 ! 感谢您 因 遍 引